哟 我们季家的大主持人回来了 有事说事 你把美食莱蒙的主持人 还给珊珊姐 原来是帮林珊珊当说客的 她给了你多少钱 胡说什么 以你现在的家庭条件 根本不需要这个主持人的工作 可是林家 现在全靠珊珊姐撑着 你干嘛跟她争啊 我曾经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音乐家 可是有一天 我出了车祸 我的手 再也不能弹钢琴了 我只能另寻出路 然后 我就成为了一名美食博主 为了练刀工 我动练三球 下练三福 终于有了现在的成绩 成为了一名节目主持人 你可能觉得 对于我这样的家庭来说 钱根本就不算什么 可是人活着难道只有钱吗 更重要的 难道不是人生价值吗 你不拥面 你不拥命 你不拥命